資料 我一定要搜尋你的信件 就在那個地方裡面 鋼廠裡面就可以做 那現在它把這個面裡面鋪廣 它是這方面事實上是做的還算不錯的 但很多的地點 比如說大娃 其他比較重要的一些景點當中裡面 它事實上有這方面的那種設置 因此它在出門的話 以後都帶著一部電腦 你會不會覺得以前 我們上班就提起一個手機公式包 現在大部分都是一個黑色的一個手機帶 它裡面重重的那個就是電腦 每個人都要帶著一個notebook 然後到達那個地方以後 你就可以無盡的去做你的工作 甚至於吸收你的那種薪資 這個就是全球夥伴裡面 開發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此透過電腦 透過網路 我們很快的可以在全世界裡面 它同步裡面可以發生的一種事件裡面 我們都可以得知 甚至也可以共同參與 現在裡面只要有一個鈍蕩 比如說上次的那個那個叫做什麼 什麼花 茉莉花是吧 茉莉花革命 那個就是為什麼 因為大家馬上都知道 那邊的話 情業裡面他們是如此 所以很快就會引燃其他的國家 所以像中國裡面就非常緊張 因為大陸如果是這樣被一拖染的話 不得了三天馬上就變天了 所以現在這種東西就非常非常力量 非常非常之強 所以像大陸裡面是非常亡情 這件事情的 這個以後的話 有機會再探討 那原因裡面一點點講的就是 全世界裡面有一種社會的一種趨勢 它本來就是如此 這是我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因為全世界裡面大家都可以同步去知曉 不過這個另外還有一個全球夥伴的關係 這包括了就是貧窮的問題 所以這裡面有一位諾貝爾得獎 就是永遠施諾貝爾得獎的得主 它發明了一種 它是在美國哈爾大學的 它發明了一種叫做微賢貸款 微賢貸款 它其實用這樣的一種方式裡面 獲得諾貝爾何分角 所以因此它一共拍了八個議題 那這八個議題當中裡面 他們透過八位當代裡面 相當有名的一些導演 他們把這個目標裡面 透過一些震撼人心裡面的一種 印象裡面的一種延展 然後具體呈現在差不多幾十億的 人口的面前 所以這部八部導演裡面 都是由八個導演 這是我給你們的導演當中裡面 有八個導演裡面 他們各自去編導 就是編寫這個劇板 編寫去執導 去執行導演的工作 然後最後集結成天 也就是我們這部影片當中裡面 有八位導演裡面的作品 有八篇的一種作品 這八位作品當中裡面的導演裡面 稍微跟各位推薦一下 就是曾經拿下坎成影展心中 影響的澳洲的導演 叫曾康平 他就是拍過什麼 當情詩和他的情人 這位導演 賀慧勇 另外 到舊金山國際影展 寫得獎裡面 叫做阿布戴拉 曼西撒可 那歐洲其萬影展 裡面的得主 叫上庫門 另外 威尼斯影展 其實講的得主 叫米娜奈爾 另外 坎成影展 六十周年裡面 得獎裡面 格斯瓣山 坎成影展 心中影響得主 溫德斯 就是德國的新瑞導演 就是早期的新瑞導演 現在年紀比較大 坎成影展 金中影響得主 叫做賀史伯南 那一共有八位導演 這八位導演 科學有名 主要是因為他們 都是國際級的大導演 另外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介紹的 文詠詩 就是這位 相當權貢的 一個國家裡面的 諾貝爾 他自己也現身在 林末 是由後面的 最後文詠詩裡面所搞的 怎麼樣 也許呈現這些 曲劇裡面的一種結構 裡面有 有類似紀錄片的東西 有劇情片的東西 其中要告訴我們 就是八個主題 到底 所以八個主題一定呈現 那我們能不能做到 德國裡面 既然發現了這樣的宏願 如今已經是2011年 你們看著就要快2012年 只剩下三年多的時間 我們這全世界 真的能達到這八樣的目標嗎 我們拭目以待 不過就這個影片來講的話 多少也可以提供我們一點點的 對這個世界裡面的觀光 就是我們提供這個影片 給大家裡面欣賞的 一個很重要的英文原因 看完之後呢 大概休息差不多10分鐘 我們等一下會再看完電影以後 再跟各位裡面來討論 謝謝